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正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12月16号 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2月16号有关北方非洲猪瘟疫情发酵的话题登上热搜榜 引发热议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导致百业萧条 曾经宏极一时的农家乐现在生意惨淡 已有8万多家倒闭 中共国家统计局和国安局接连出售 威胁孔夏发表唱衰中国经济言论者 不解决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是中共处理各类问题的惯用做法 为刺激房市 北京和上海接连把首次购房头期款 最低降到30% 但分析多认为难以奏效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今年8万余家关停 中国这一行业撑不下去了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导致百业萧条 据红餐网本周三12月13号 发表了中国餐饮行业 垂直领域研究者简易浩提为 倒闭8万多家农家乐要凉了的文章指出 农家乐行业近年来面临大规模倒闭的现象 注销吊销企业数量超过8万家 许多农家乐经营者表示生意不好做 贵阳曾经营农家乐的黄先生 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农家乐诞生超过20年 如今纷纷倒闭 其真实原因并非因为品质差和宰客 而是消费者迅速减少 经营环境恶化所造成 他说 没有生意 现在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包看得紧紧的 大家不愿意消费 也不敢消费 估计往后几年的经济还是不会好转 你没有赚钱的机会啊 农家乐开在景点内 你要去玩 现在只有退休的老人 特别是刚退休的人还可以消费 现在百货商场都没什么人去 中国企业注册信息平台 起查查信息显示 以农家乐为关键词 状态为注销吊销的企业 目前已经超过8万家 仅仅在今年11个月 就近7000家农家乐倒闭 上海曾经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在户营业30年的太平洋公司 东方商煞 位于陆家嘴的正大广场等相继关闭 上海一位视频拍摄者说 28年前 八百半在上海开张当天 人流潮水般涌入商店 连电梯都瘫痪 但如今许多商场内顾客寥寥无几 电梯在空转 地面门店打烊 上海一位网民说 商场非常萧条 差不多一百多家店铺都停业了 电梯都停运了 很难相信这家曾经的大商场 现在这么萧条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 这主要是老百姓手里没钱 剩余的钱给医院留着 不敢用 财经分析师遭禁言 中国统计数据 谁说了算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 负面经济数据 接连不断 对此 中国国家统计局要求 辖下统计部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据财联社报道 本周三 国家统计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 统计部门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 要求做好统计数据发布解读 正确引导社会预期 网络截图显示 微博财经 微博股票 14号通过该领域的网红 警告近期发布 请务必注意言论尺度 切勿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 微博法律还在一个群组发布通知 近期对于唱衰经济的处置将会很重 请大家发布时 勿触及红线 多名微博财经网红也相继证实 上述通知是真的 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15号早上 发布国家安全机关 坚决巩固经济安全屏障一文 把唱衰经济提升为国安问题 中国的经济分析师 已经被戏称为风险师 中国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 经济领域分析师刘继鹏 红荣 水皮等多位经济评论人士遭到全网封杀 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禁言事件 引发网友关注 周四晚互联网科技博士 决葬师杜瓦发文 如何看待近期财经大V们的禁言 如果这世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 那么唯一存在的声音只会是谎言 在法律群内有人发通知 近期对于唱衰经济言论的处置将会很重 请大家发博时误触及红线 时事评论人李昂接手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现在当局不仅对经济领域 对其他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严加处罚 我看到一篇文字 将经济学家都被禁言了 就是你不符合当局要求的言论 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 当然他要禁止 这不仅是针对经济界 他对所有人包括我们 你只要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被禁 公开资料显示 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继鹏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他的抖音微博账号拥有数十万粉丝 水皮的粉丝数量超过一百万 如今这些人已经失去对外发言的渠道 在微博相关讨论区有网友说 这等于是官方认证中国经济已经没救了 这下好了谁超衰经济就不是经济问题了 是国家安全问题了 必须得进去蹲大牢抓特务 有网友反问这种术杀的气氛 外资还敢来吗 中国大陆A股今天表现持续低迷 三大指数均收黑 一些网友还贴出股市走势图 反问这也是超衰经济吗 刺激房市经济首购头期款最低30% 分析难奏效 周四北京市发布通知 首次购房的首付款最低降为30% 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款 北京市内6个区 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井山降到50% 其他地区降到40% 同时房贷期限从25年延长到30年 北京市民董先生说 他这个政策可能会有一点刺激作用 但是效果不会大 很多人着急卖房子 是怕将来会跌得更多 对未来的房地产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 上海市相关部门也发布通知 下调首套个人住房的贷款利率 同时最低首付款降为不低于30% 而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款 上海自贸实验区 临港芯片区 嘉定 青浦 松江 凤贤 宝山 金山 降到不低于40% 其他地区不低于50% 上海时平人任先生说 不会有作用 房屋涨价涨了几十倍了 涨不是一步涨到位的 也不是一年就跌到位的 还要一路狂降下去 这是肯定的 阻挡不住的 现在还不至于跌到原来的这个起点 可能最起码跌掉一大半 现在刚性需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市场饱和了 经济又走下坡路了 他这个房地产怎么抬得起来 中国北方非洲猪瘟疫情严重 15日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给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一份 关于近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情况汇报及建议文件在养殖群内流传 文件指当前北方部分地区非洲猪瘟疫情频发 病毒污染面不断扩大 疫情蔓延迅速 对四川生猪养殖造成极大威胁 文件提到 近期 从全国范围来看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和扩散 主要集中在河南 山东 河北等省 其他一些省区 猪病明显增多 样本上升 华东 西南 华南地区也有散发 文件表示 整体来看 目前北方非温持续发酵中 特点是病毒毒株变异 从组复杂 运载工具 物流 肉品 人员 空气 水源 多途径传播 趋势上看 目前还没有发病减缓迹象 叠加冬季因素 疫情形势发展情况异常严峻 大陆财联社报道 此前某地区畜牧站相关人士透露 生猪疫病现在的确有点厉害 报道野素分析人士话说 10至11月份 规模场和散户母猪淘汰量明显增加 价格持续走低 另外局部地区猪病蔓延 部分母猪中招 被动淘汰 供应大幅增加 导致淘汰母猪价格低位运行 此时很快登热搜榜 大陆网民忧心的不是猪瘟疫情 而是忧心市场趁机调涨猪肉价格 大陆网民表示 前端日子说猪肉便宜了 这下突然冒出猪瘟 合着这掐着点来 这是资本要涨猪价的节奏 要涨价钱先放点消息 会不会是故意制造恐慌 抬升价格 这里面没有人为搞鬼 我是不信的 每年快过年的时候 就会这样来一次 猪肉价格就会涨起来 还有人说猪肉便宜 那是因为怕感染非洲猪瘟提前出栏卖了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罗网 正经热点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点赞转发留言和赞助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